《苏莎的招牌》 我们要懂得菩萨的用意 在缺乏眼神的时候 菩萨出来做榜样 给大家看,这个榜样,学起巨人,能够实践自己,缓缓细细,学起用人。 纵然,在这种不幸的环境出现一世,佛菩萨还是笑眯眯的,把自己这个业份节省下来给苦难的东西,让我们要学习这个精神,用意在这里。 我们要学佛,不学习的人,他在争,在争取。只有慈悲心的人,学起为人,让别人先去,我最好去。 只有佛菩萨实现,学起,供给别人。 就是佛菩萨。我们想想,还是学做菩萨就好。 学,师,时间都是断绝的。做得干净,做得彻底。就是学佛菩萨。做得彻底,做得干净。 是学佛菩萨,做得干净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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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是学佛菩萨,做得干净。 在学佛菩萨,做得干净。 是学佛菩萨。 这就是习近习近习近书。 过过地能够遵守 这叫菩萨道场 虽然有灾难 菩萨带人承担 没有后果 我们学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